好開心,十多個巴迷應該是趁今天不用上學,然後走來坐車 真的不用說了,整輛車都是巴迷 只有那七個人不是巴迷,這條線蠻嚴重的 真的要取消,很快,快到半小時都不用來旺角 星期六,星期五應該沒有可能的 因為星期六,星期五會塞車,星期六沒有人搭 星期六,星期五就塞到沒有人搭 其實那句點都沒有人搭 反正都是這樣,都是取消對的 真的沒有浪費資源 真的沒有浪費資源,我坐完後也覺得小巴也不想做 做Uber也不想做 這些生意Uber也不想做 好了,今天講到這麼多,多謝大家 好,來到旺角,我就會搭一條紅色小巴線 又是跟西區有關的 就是西旺線,就是旺角拔街去聯邦新樓一帶 就是西華拔街,拔North,拔街的線 這條是當年擺明是打904、905系列的線 就是那句 當年以前,旺角去西區還沒有鐵的時候 是很發達的年代 自然就是那句 一有有利可圖的時候 紅小就自然出現 這條就是因為904、905的出現 就自然同時出現就來斬城 就是這條紅色小巴線 但你要記住 當鐵路一出現的時候 駛得很快 通常一定是紅小 一定是紅小,一定是駛得很快 因為紅小的格格敏感 或者下輪敏感度一定是比巴士厲害 因為巴士還有其他線去補 但其實紅小只有幾條線 這條也是其中一條重傷得很厲害的線 即是在西廣道線一通車之後 這條線的重傷程度是很厲害的 重傷程度到怎樣呢? 待會我們再講一下 現在這條西環 西環旺角紅小的處境是怎樣呢? 以前真是斑斑爆 還要是規定了 如果非法忙時間不夠人 就要馬上跑去西水 再接另一邊岸的客人 立即過回來黃角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的八分鐘神話 應該到八分鐘就出到一巴士 應該做不到 因為司機都怕自己虧錢 第二個位置就是 現在不是跑去西水 即是非法忙時間不夠人 隨時走洪水也不奇怪 所以我以前在花園街走的時候 這條線爆到不得了的時候 聽說現在應該少了三分一的車 即是它現在少了三分一的派車 這條線也蠻嚴重的 跌了三四成 跌了三四成的限量 我隨時覺得應該都不止 因為就是西港島線 你想想踏到紅線 然後再在上環轉車 你說多方便 但是說真的 這麼方便的時候 根本上那些人 真的沒有什麼動機 會走去和你搭車 我們又看看狀況 八點五十六分 我也不知道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我就知道這個水竹街有車 我上了車才八點五十六分 我上了九點零一分 八個人在水竹本這裡開車了 就是水竹本這裡開車了 就是水竹本這裡開車了 我們叫金魚街 我們也叫金魚街 對 對 看看 然後 那句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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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